给一台奔驰的C300给它断电 一个塑料盖子给它揭开 这个拿开 这是它装的一个空气绿心盒子 你能看到你电池的负极在这里 我们给它拧开就行了 但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电池给它装回去 哦 为什么要装回去 因为忘了锁车了 趣味道 对 就是我们刚才在给它断电的时候 弄了给这个车锁上 把它断完了之后才发现车还没锁了 所以我们得重新给它拿一次 钥匙有了一点 OK 现在这个已经锁上了 你看这个后置镜已经缩回去了 好 我们现在再来给它把 演示一下 对 怎么样断电池 就是刚才这个过程一样 我们把盖切开 然后把电池断开 对 其实因为这次疫情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其实很多同学像留学回家长时间没过来 时候那个电池没断电 回来之后发现这车子就完全没有启动 整个电池也废了 所以这其实是挺不划算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台车的电池的话可能两三百的样子 如果你是一台卡卡罗拉像这种日本车 他也得花个100多美金 如果你在离开的时候把电给它断开 下次再回来就给它接上 你其实可以省去你整个 换电池的钱 所以建议大家 你如果车子要存放两个月以上的时间 最好是把你的电池的电给它断开 然后这个视频顺便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样换这台车的空调的进去力气 很简单 就是这个你给它取出来 放进去就OK了 对可以省下50美金Liber吧差不多 酷 因为我知道那个奔驰的那个 它的Liber的费用会比其他车更贵一些 大厂就是不一样 这个扣上去 这里面有两个搭扣 先挂一边 另一边挂上去 OK OK 检查一下稳了没问题 这个盖子盖上去 这两个放给它对齐 检查一下没问题 这里有两个小锁刻 给它拧到锁刻就上去 这样了 嗯 拧到了以后往上停一下没对 没按到底啊 OK 锁住了 OK 这里也锁住了就完成了 酷 然后我们把引擎盖拿下来 把车衣给它照上 这样子你的车 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 停两三个月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耶 完美 OK 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 See you next time Bye